那其实刚才在和你在一起的这首歌当中就唱到了 和你一起一定会有默契嘛 对不对 接下来就是考验默契的时刻了 三位啊 接下来呢 你们多互动 我会少说一点 不要经常是我提问 你们来回答 搞得我像上网课一样 接下来我们要玩的这个互动游戏 就是先来让你们看看你们面前的这个密码箱 里面装着的玄机到底会是什么 其实也是为了感谢你们到直播间 能够和这么多的朋友大家共同分享 这么一个特殊的时刻 我们为你们是准备了一份大礼 这个大礼不能直接给你们 而是需要完成解密 找到密码 打开密码箱才能够获取 要不你们先猜一下 你们这个密码箱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 我觉得应该是跟我们七周年相关的一些东西吧 好 那小儿呢 我觉得既然这次我们叫日光旅行 所以我觉得会不会是一张机票 出去玩的机票 又是旅行的机票是吗 好 来 先起来猜一猜 对对对 反正肯定是对我们三个有特殊意义的东西吧 好像都说的有点关联 但是又没有完全说中 没关系啊 到底答案是什么 一会儿就可以揭晓了 先来说一下整个的游戏规则 那我们的这个游戏呢 一共要进行三轮 每轮呢都会有一位 先来挑选一个你们面前的道具 然后你挑好了以后 另外的两位组合成员 将会再挑一个和这个道具相关的另外两个道具 由三位共同协作来在道具当中找出其中的密码 每一轮次的游戏当中都会出现一个两位数的数字 三轮游戏过后会看到一个六位数的数字 只要找准确了就可以打开你面前的密码箱了 好吧 我们先请小凯来跟我们说一下 你面前有些什么道具 有些道具 我面前有一个密码箱 然后呢 有这个上面是有字的四张卡片 然后还有一个乐谱夹 上面有一张简谱 这边还有一个中国地图 然后这里是个杯子 然后这个里面放了一些剪刀啊 马克笔 尺子这种工具 对对对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logo 是 好 那我们接下来请小元也展示一下你面前的道具 嗯 对我也差不多 反正这里比较好玩有一家小钢琴 真的可以出声音的 对 对 迷你小钢琴 然后有一张火车票 有一张火车票 然后也是其他东西差不多 有一个 ok 不知道是一个什么 有一张不知所谓的卡片 大卡片 是 也有一些文具 我看你面前 对啊 千禧 对我也有文具和 是 你的logo 嗯 都有看到 千禧这边 我是不是 相册 好像是一个相册 是 然后沙漏 然后也是灰上和文具 然后一张明信片 后边还写了字 然后四张 带着字的卡片 哦 带字的卡片 嗯 好 那接下来呢 就请小凯来找出 你觉得你想参与在 第一轮游戏当中的 那件道具 这很关键啊 那我那我就 就是我面前这个 简朴家 简朴 是一个乐谱 对吧 啊 乐谱和乐谱家 啊 哎 那接下来小元 在上面有一些 哦 那如果是乐谱的 对 如果说如果是乐谱的话 我就肯定就选 这个小钢琴了 这是有关联的 对不对 都和音乐相关 那千玺这边选什么 嗯嗯嗯 这边好像没什么 我这好没有跟音乐乐服相关的东西 但我这个上面 它其实有写简朴 是 就是 正体了 嗯 应该是 嗯 这首歌曲 感觉很熟悉 啊 啊 法米 法曹 道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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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我们的时光嘛 这首歌就是我们的时光 所以呢我 要么是沙漏跟时光 要么就是相册 记录应该是相册吧 我们的时光好像和这两样都有点关联 你会选什么 那我就选相册的 相册 相册要把它打开看一下 打开第一张是我们的三个人的合照 然后第二个就是风景 第三张还是合照 然后后面 我大概看一下 后面好像都是风景 跟一些小动物 最后一张 最后一张不一样 最后一张写着 顺序反转 感觉你好像找对东西了 那你们自己来拼凑一下吧 这个好像是第一张相片跟第三张相片 一跟三 然后他说顺序反转是不是就是三跟一 这么简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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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道理啊 恭喜你们三合一 还真的对了 就是这个意思 第一个我们的通关的这个密码 前两位的数字还真的是就是三合一 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第二轮了 第二轮 请小元先挑道具 这个我确实不知道有什么线索 所以我就选火车票吧 好车票 哪到哪的 我的火车票 火车票是西宁到昆明的 西宁到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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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没了 诶 这边的线索好像到这儿断了 那接下来千玺 你这边是不是应该也要来选一下 我这儿有一个有关系的明星片 然后他后边也写了字 他写的是 兔广州的朋友 我要去银川了 来自天津的小明 兔广州的朋友 我要去银川了 我这个应该是一个一合七 来给我们看看 我画错了一遍 对啊 还真是 通过地点的连线 合出了一合七 我们是不是 真的设计的太简单了 恭喜你们又对了 对了 所以我们的第二轮的通关的密码 就是一合七 接下来是千玺 进行第三轮的道具挑选 嗯 我面前 那我就挑 我面前这四个卡片吧 因为他后面的 背景跟我们的主持人海报的图片是一样的 然后稍微组合一下就是 左右移动 四个字 嗯 嗯 好 我这边其实也有相同的 类型的 卡纸 我这个是上下分割 呦还真是都有欸 感觉线索提示 让我明确啊 加一小圆 那 那我应该是知道我这张卡是干嘛的了 因为 嗯 也是跟主持人海报一样 但是 我知道了 等我一下 我知道了 我把它给解一下 然后左右移动 上下分割 应该就 对了 哦 哦 我看一下啊 本来是这样 本来是这样 然后左右移动 上下分割 是一个 十八 数字 数字一和八 嗯 是你的答案吗 为什么不是零呢 哎 对啊 哎 对哦 它中间有一个横线 哦哦哦哦 所以应该是八 恭喜十八倍了 那这样来的话 三个 就是轮次当中 产生的数字都出来了 3 1 1 7 1 8 对吧 嗯 就是这个密码呗 3 1 7 8 不对啊 是不是不对 要不然试试 不对啊 那就反过来 1 8 17 1 8 1 7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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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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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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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先不把它打开啊 先不把它打开 我们在这边先问你们一下 为什么有人打开了 但是先不拿里面的东西啊 是173118这个数字 你知道是有什么的寓意吗 173118 对 173118 为什么呢 先不打开 先不把它拿出来 你觉得为什么小开 你们是觉得是这一个密码 这个数字当中藏着什么样的玄机 这个数字当中 好像没什么意义啊 应该是有什么特殊纪念意义的数字吧 我也不懂 小儿这边有想不到些什么 也不知道 一般六位数都是生日什么的 但是这个也不对啊 所以不太知道 千玺有想到一些吗 反正肯定跟我们仨有关系 为什么数字太长了也不知道 是啊 我来公布一下吧 这个数字是两个数字相乘得出的一个结果 是2013乘以86 就等于173118 哦 201386 这个数字密码应该大家都知道其中的含义了 哦 对不对 所以我相信也是所有人都会记得的你们的出道的那一天 成绩的那一天 然后同时呢 相乘以后得出了我们七周年时候的特殊密码 可以打开看一下密码箱里面的东西 是给你们的礼物 这是什么呢 这不是我自己的东西吗 哈哈 悄悄地藏进去了 诶 怎么锁了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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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出更多的内心 给到更多支持和喜欢你们的歌迷 听到你们的音乐作品 好吧 好的 好 加油了 谢谢